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五节,西比特的儿子雅阁,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父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辞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那是为谁准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阁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三位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 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那是要服侍人,并且要生命做捉人的俗价。 那么这一节呢,在马太福音里头,也有类似的章节,我们在那儿跟大家进行了分享,那么只不过这两节,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在马太福音里头呢,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给雅阁和约翰,也就是约翰、雅阁的母亲,向耶稣求。 那么在这一节呢,是直接,就是雅阁和约翰跟耶稣的对话。 那么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体现了,就是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和马太福音作者之间的这个,有分歧。 马可呢,是顶着压力的,他要这么写嘛,那没办法,就耶稣和约翰,那受卑迫,受胁迫。 那么马太呢,马太福音呢,因为成书于比马可福音晚,当然有一些记录,至于早晚,其实不重要。 那么,其实我也倾向于马太福音呢,参照过马可福音。 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看来呢,你这样写呢,就有无敌于把这个,有这种这个嫌疑,或者情况,就是把雅阁和约翰的这个档次,这个层次放低了。 嗯,因为你直接去跟这个这个这个耶稣讲嘛,啊,求坐在神的左右。 而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呢,实际上对耶稣所讲的道理,其实所有人在福音书对耶稣所讲的道理啊,都也是,怎么说呢,有人为的因素在里头,也有一些就是不深甚了啊,也不是那么了解的情况在里面。 那么所以呢,就,因为雅阁和约翰,还有皮特啊,这三个人呢,在圣经里面啊,包括后面的所谓的书信啊,那些使徒行传里面就是把这三个人描述了境界,比耶稣的另外几个门徒呢,要高。 当然,这是一个计划,哎,跟大家分享,我这里面有一个说天大的秘密嘛,那么所以呢,你要那样的话,啊,就有一点。 觉得这个,这个雅阁和约翰太low了,那怎么办呢,就引入一个他们的母亲,向耶稣去求,哎,关于这个荣耀的问题,在左边说右边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说,哎,这不是雅阁和约翰啊,去求的啊,是他母亲,他母亲没有理解耶稣的话,或者有自私,或者想,有一种想法啊,想叫耶稣给开个后门,走个洁净啊,偷点一几点瞧,啊, 这样一种,怎么说呢,粉饰吧,啊,就是,把这个,给这个,呵呵,雅阁和约翰有一点这个,面子,啊,叫他们在这个层次上呢,啊,衬托一下,啊,不至于那么低, 那么,所以呢,就引入了一个,他们的母亲,哎,因为,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哎,不懂嘛,啊,不了解,可以理解,所以引入那一个,而不是他弟兄两个直接做的, 其实呢,包括马可福音和这个马天福音里面所描述的,都不是历史的真实的情况,而是说,有一种 故意的,这种,啊,引导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也不了解,不理解,哎,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马天福音里的分享里头, 我们在前面分享,大家自己可以到那边去,嗯,参照着听,那么,在这儿呢,比较真实的,当然,这也不是真实的,啊,反映出了当时的情景,嗯,叫什么呢,就是,雅阁和约翰呢,直接,啊,跟耶稣的对话,实际上也就是直接对话, 但是对话呢,他这写的一些词语也是,啊,比较,讲究,啊,说,要,我,老师,啊,我们求你点事,无论我们求你什么,请,愿你, 给我们做,就意思呢,你请你,啊,给我们做,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哥俩提供的要求,也不是什么 过分的,什么样的呢,就是说,那么耶稣当然,那么你,在下来了,问这个事,那么说,我能跟你们 做什么呢,那么他俩就直来直去,说,此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的 右边,那么这个你的荣耀呢,他没说,就是耶稣,所以往往后面在,或者是 翻译,啊,这些东西,你有原文,我没看到,我也不懂原文,不懂西伯来文,也不懂什么 啊,雅历安文,又是什么文的,啊,因为再怎么翻译这个英语,那么这里都可能有 翻译的问题,那,但是里面信息也都透出来了,在你的荣耀里,你的荣耀里,有时候往往 被你,啊,所代替,或者我的荣耀里,或者我,啊,所代替,我的荣耀和你的荣耀实际上 不是你,或者是我的意思,而是指,啊,我所讲的真理的意思,就我的荣耀,啊, 你的荣耀就是你讲的这个道理里头去,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这,就说,啊,嗯,说白了,这哥俩在这跟耶稣的要求是什么呢,就说你跟我们多讲点,因为我们俩聪明啊,我们俩脑子转得快,你,呃,明白了真理,明心见性,懂得道理了,知道天国的福音,多讲点给我们,在他俩认为,哎,呃,这个,耶稣呢,还,还没跟他们讲完,啊,有些东西还有保留,啊,意思呢, 你有什么绝技,啊,有什么特殊的这种,呃,知识啊,道理呢,你跟我们讲讲,啊,我们也和你一样嘛,啊,你懂得多啊,总觉得自己,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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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段高嘛,啊,层次高嘛,所以呢,有一种,啊,想脱颖而出,啊,比其他的门徒,啊,叫老师多给点开个小证,啊,就像我们,其实我们中国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啊, 就是以前说,进山里头,进和尚庙里头,进这个冠里头,听老师学武功,啊,学了,就是老师有,那武功,不受给这个徒弟,为什么呢,普遍大家认识的一个,啊,比较有哲理的观念,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啊,所以,师父一定要有这个压箱子底儿的,啊,压心底儿的,啊,压肘的这个本领,啊, 制住徒弟,因为一旦徒弟,将来学成了繁脸,啊,当网网这就是,啊,用,那些自私,啊,啊,那些,这个,怎么说呢,嘿嘿,这个,观光风尘滚出来的一些,所谓的理论体系,啊,去指导,所谓的生活,啊,叫大家觉得这有道理,所以有好多师父,特别是教武功的,啊,就给留点点儿,留点东西,啊,不拿出来,不告诉,啊,包括我们说的那个神话, 有机理都也是,师父在脑袋边上,啪啪啪,嚼咱样,所以往往都有这样的传说,叫大家认知了,啊,这个,师父啊,老师啊,都有,嗯,东西,不讲,啊,不跟大家去分享,而耶稣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也不是说,啊,不讲,而是要一点一点讲嘛,你不可能,啊,你又没讲,他肯定又没讲的呀,你不能一下子倒出来的,你就是不管是,做一个建筑,还是做一幅画,做什么东西,你要一点一点的去做,不可能说一下子, 那么哪个地方重要呢,都重要,哎,你这里不懂,你那里,就补不上了,所以呢,这俩哥,哥俩就意思,就类似于这种情况,啊,叫,老师呢,一个放左边,一个放右边,我给你当左右手吧,啊,我们还这么聪明,脑瓜壁,那九个人,那十,那这个十个人,赚得快嘛,哎,你有什么看家的本名,看家的这个道理,讲给我们听嘛,哎,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耶稣呢,就看出他们的心思,什么心思呢,就,一方面,以为,啊,耶稣没讲,这儿又没讲呢,那么说,哎,又保留,实际上耶稣跟他的闻徒,跟所有他的听众讲的都一样,都跟他没什么可以保留的,只会要一步一步的讲,而这些人呢,毕竟,还不行嘛,所以就,啊,这么是,就想耶稣,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觉得,你看,耶稣讲说的道理,无可辩驳,跟法再利人也好,跟撒族该人也好,跟明天的长老祭司长,西律党,这个文士博士,去讲道理的时候,那都无可辩驳,那就是真理啊,那这个本事不得了,是受到好多人,这个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尊重,啊,去接受和服从,或者是说去,这个,要去学习,啊, 就觉得是对的,甚至,有的还觉得,确实,这就是理,表出了赞赏,那么这样,这不是和老师一样了吗,所以你老师把理够,我们,我们不就这样做吗,那么有这俩哥俩有点私心,想,叫耶稣呢,开个小道,啊,就像,学习仙子,啊,开个小道,这个,这个,这个,多学点本理嘛,哎,那么,也能受到大家的这个,一样的,像耶稣一样,受到大家的这种敬佩,啊,所谓的荣耀嘛, 哎,荣耀就是,什么叫荣耀,就是别人那个羡慕的眼光啊,高看的眼光,敬佩的眼光,因为什么,哦,这个人境界高啊,懂得多啊,哎,也想,啊,这样,觉得是一种啊,精神上的安慰,或者精神上的享受啊,其实呢,还是堕入这个滚滚工程滚的,啊,熏燃的结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就看出来了,就问他们,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要求真理的,怎么可能有让, 就像耶稣的意思,就是我所讲出来的道理,讲的就是平等,啊,就讲的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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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怎么可能就是,啊,跟,跟,还有眼藏有什么呢,还有啥,哦,有些给大家讲,有个,当然,这些,他耶稣会有安排,因为这有个次序问题,有些人学半段,其实古今中也都有啊,所以只要老师学习,实际上学习,学习,不是去学武功, 后来我们现在演变成武侠小说,我有各种传说,就去学武功,学武功要做将军,啊,要打遍天下无敌手,做武林第一,这都是这些传说啊,其实有什么武功啊,就是一些比比画画的架势和广播体操一样,就是,让筋骨呢,活动活动,你,学习文化知识,听道理啊,听久了,坐着盘子,躺着,那不舒服吗,所以就舒服,舒展舒展筋骨啊,也没有什么武功, 现在弄的,啊,宣传能什么,点穴啊,又什么武功,散打,哎呀,那当然,你老练习打人,那技能肯定能提高啊,你其实不用去学,嗯,什么什么武功,你就老练,他也是那个样子,叫你正所谓的无视自通啊,你老练习有个技能,你熟练嘛,所以在碰到的时候,你打人肯定强嘛,所以跟武功没关系,当然有些说物理学原理,杠杆原理等等这些东西,也确实是什么,正量重心, 你计算,等等,这些是有道理,你要去学,那你也要细统的讲,这得,今天,现在叫人家忽悠的,叫人家武侠小说家传说,忽悠的有武功有多么多么的高,没有那个样子,就是个广播体操,身体各个部件多活动活动,别生锈了,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呢,要去求,啊,那个,实际上就是去学知识嘛,你跟老师学,就是学知识,学道理嘛, 那么,有个老师会,那个,当然现在有些技能,啊,所谓技能也是我们祖宗认识到的真理真相,你说内燃机燃热啊,气油机,柴油机,那么这就当然是技能啊,这是符合真理的,符合规则的,物质之间运动的这个法律啊,那所以,啊,要去学知识的,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吧,那也是真理的一部分, 那么就学,啊,好像老师会有掩盖,实际上没有,那么,啊,耶稣的意思呢,你所有这些理呢,呃,就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想求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求这个知识,那么求的时候就要明白真理,明白真理你要去做,所以你这样求,你们根本就不知道真理究竟是什么,所以你们不知道求的是什么,你们看见了好像是求,实际上你们求的,啊, 还是物质的东西,啊,因为你们想得到别人,像耶稣一样,像我一样,像我耶稣一样,啊,受别人的这种推崇,敬佩,荣耀,啊,赞美,啊,感叹,啊,这种,那么耶稣接着就问,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喜,你们能受吗,就是说我,为什么呢,喝的杯,就是说,耶稣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么他所的经历,说喝的杯,和说受的喜,受的喜,就是通过这种, 耶稣自己嘛,那么这个生活的历程,内心和物质的这方面,你们能受吗,你们都能接受,为什么能啊,那耶稣当然不能了,因为人人都要经历这个东西嘛,你要通过这种东西,生活的经历,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印证的呀,这个真理,耶稣只能去引导,跟大家去分享,究竟是怎么着,要自己去印证,自己去体会,你才能深刻,才能见到自己的真心本性,人人的这个真心本性, 都一样的,人人的良心良知,天赋都一样的,所以你都是要通过,日常生活的经历,和这种,外在的对自己的,这种约束,不能放松自己的欲望,实际上,我前天也跟朋友在这说,人学,在这个一生当中,首先是学犯错误, 学错误,学错误,做错误,实际上就是先犯错误,先犯错误,完了以后,所有错误认识到,再也改正过来,就这么一个过程,那有好多数人,在第一步,第二步,就上不来了,犯了错误,坚决不成,就完了,实际上也是如此,那么要通过生命的这种经历,物质间生命,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去体会到,啊,自己内心的真理, 和这个外在,蕴含的,这些所造之物啊,那么有任何物质,都是,这些神啊,所造的,那么,之物之中的道理,相互印证, 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完了以后,认识到,真理真理,就做出来,完了以后再,啊,回到我们的家得自由,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耶稣,他们说,能,啊,能,这个,是啊,你们确切实实也可以去做嘛,所以,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就是我这同样的经历,你们也要去经历, 我所受的行,你们要受,就是我对自己当时,受洗嘛,就是给自己一个约组嘛,外在的一个约组,就像那如法度者的, 啊,对自己一个帮助,啊,自己有一刻想回给,你受洗就是让大家去回给,祷告也是让大家去回给, 那么说,只是呢,呃,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所策的,就是真正,真正,坐在真理的左右,就是和真理一样了嘛,那么, 在这个地方,这个我,啊,是指着耶稣嘴里讲出来的话,讲出来福音,讲出来的道理, 是吧,那么你坐在他的左右,就是明白真理真相,啊,明白这个真理,不是我所可以 左右,耶稣说的是实话,是,好多时候说耶稣是神,啊,有异能,既然有那个异能,那他就是, 怎么左右不了,实际上确实是左右不了,就是如此,你有一个人形肉身, 有一张人便宜啊,就是跟大家去分享,这别人接不接受都不重要,也无所谓, 哎,那么,不是我可以赐的,也不是我可以赐的,不是说我说你,啊,你懂,啊,你就懂了, 我说你,啊,你不懂,你就真不懂,这个东西就是, 乃是为谁准备的,就赐给谁,你将来是什么境界, 都有准备,自己的神为自己准备, 都是自己为自己负责,所谓的人不为己,天诸地孽啊, 那么,就意思,我,呃,没有这个能力, 叫你去明白道理,除非你自己想明白,我跟大家分享过了, 我们不可能就改变任何人,任何事,人只能自己改变自己, 好像是我们改变了任何事,改变了世界,改变了物质的位置, 等等等等一切,是因为他能够改变,他愿意去改变, 他不愿意改变,我们根本改变不了,哎,所以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不是我可以赐的,那是为谁准备的,就赐给谁, 这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离儿都是给人人准备的, 那么就赐给谁,你自己达到那个境界嘛, 你做到了,见到自己天赋,自己天赋就赐给你嘛, 是给你准备的嘛,你自己给自己准备的, 所以就是自己去审判自己,自己去平板自己, 自己去正应自己,那么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你这个事情, 这个离儿,我不能说,我叫你明白,你就能明白, 我是可以跟你分享,但是真正是一定要努力啊, 认识啊,掌握这个真理,要自己去做的, 那么,那是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他们, 那,怎么,怎么呢,就意思, 我们都一起来投奔老师,都是老师的学生, 你们哥俩,啊,想去开个小道,就意思, 搞正就走后门嘛,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一起做什么事情,就像搞点特殊, 特殊阶层什么,就是不平等嘛, 那大家当然都恼怒了,大家都一样, 你们俩凭什么就这个样子,啊, 背后搞小动作,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 实际上这些也是不光彩的事情, 所以恼怒也是很正常,那么耶稣呢, 就把他们叫来,既然大家这样了, 那么这个事情,就要去把他讲明白, 叫大家都去,别去因此而起纠纷, 不能说,啊,这个他们做的不对, 就去,啊,不行,就不可以这个样子, 所以耶稣叫他们来, 对他们说,你们知道, 啊,外邦人有君王, 有尊伟君王的治理他们, 有大权,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那么这是外邦人, 外邦人什么,就是不懂道理, 那么有君王,有大臣是什么, 就是有个政府嘛,有个国家嘛, 有个这个行政组织,或者等等, 能有权柄,有权力啊,各种各样的, 那么在这里头, 耶稣为什么把这种行为, 称之外邦人所建立, 其实呢,这个信息, 也隐含在这里头,就地地道道的说明白, 耶稣确实他是, 知道天国的福音,天国道理, 电话里头没有什么君王, 也没有什么大臣, 大家都是平德的, 都一样, 那么人在人世间, 也不应该建这个东西, 从目中声道上, 就说耶稣是反政府的, 反对有政府的, 人为什么出了政府, 就是因为人堕落了, 他需要有政府, 那么现在政府呢, 也堕落了, 不管是民主独裁的, 各种各样的政府, 君王制, 帝王制, 什么什么, 君主力宪制, 这制那制, 再民主制, 也都是, 都堕落了, 那包括美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这些所谓西方民主观的政府, 也都堕落了, 政客们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今天骗一眼, 那些大堆谎话, 那么在耶稣的讲过程当中, 因为对政府呢, 确切实实啊, 你提出了反对, 政府有特权的, 有权力, 也不那个, 那么只能在这里头, 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呢, 有外邦人啊, 你有君王, 有大臣操纵, 管下百姓, 管下人民, 那就是属于外邦人, 什么叫外邦人, 声音里头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外邦人就是不懂道理的人, 叫外邦人, 只有不懂道理的人, 政府, 国家,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那个, 甚至还要什么, 爱国主义, 这些耶稣, 在这些方面, 耶稣没有过多的去讲, 但是在他讲的道理里头, 都体现出来了, 我们作为后人, 那么就应该都, 去正儿八经的, 去理解先人, 就跟我们这些所谓的遗产, 那为什么呢, 因为利益来都有政府, 政府对这种, 对政府不利的东西, 一定, 要灭掉,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 除非大家都公开了, 没办法, 像美国, 为什么政府的总统, 包括参众两院院长, 等等大法官, 他不敢去, 对搞一些那个, 因为法律都摆在那了, 他们制度设计的时候就在那, 政府是可以反的, 为什么不能反, 所以呢, 他也没办法, 但是呢, 贝蒂使因动作, 因案里头的动作, 还是有, 人们呢, 又惧怕这个政府, 政府就所谓有公权力,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什么叫权力是什么东西, 有公权力, 有公权力呢, 他可以乱来的, 所以, 给人蒙上了这种恐怖的阴影, 所以就少说为妙, 老老实实过小日子, 在草在民主国家可以骂, 总统也可以骂, 政策都可以去骂, 谁叫你是公主人物的, 你在有些国家是不可以的, 做错事你也不能说我错, 其实专制国家, 就是包括帝王啊, 皇帝啊, 也都是如此, 皇上是不能有错的, 国王是不能有错的, 错的都是百姓, 所以金口玉牙等等, 各种各种文人, 被打断几量的, 就形成各种各样的学说, 让大家维护, 所以在我们经典当中, 对政府, 对这个国家, 真实的讲述没有, 只是通过这种, 平派, 坐在一行间, 能透露出一些信息, 但是明显的就是这样, 大家自己去理解,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是这样, 什么意思呢, 在你们中间, 也就是在人世间, 不可以是这样, 你们中间, 你们是懂道理的, 应该你们, 这千码入门是有了, 那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 你不要以为, 懂的道理多了, 就别别人尊贵, 就可以得到荣耀, 就可以让大家羡慕, 用大家去佩服, 不是的, 在你们中间, 就在我们这个城市眼里头, 包括在这些所谓政客, 政府里头, 谁愿为大, 就必做用人, 做什么用人, 就将来一定要以还, 你得到别人服务, 服务完了, 你享受了, 就完了, 那不可能的, 早晚都要还, 所以有的人, 说了一句比较粗的话, 当然了, 是很有道理的话, 出来混, 早晚都要还, 怎么可能不还呢, 认为不还呢, 那偏执呗, 就是这样, 你亏欠, 一定要补上, 这才叫平等, 哎呀, 一讲就多了, 跟朋友讨论前两, 前天, 也在讨论了平等, 平等这个事, 两个字很简单, 但是要讲圆了, 就是个大词, 整个这个大圆圈, 就是平等两个字, 再往下就所谓的真理, 零, 零再往下, 一点一点的, 我们说什么都是, 都是为平等来的, 那么平等要讲圆了,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这一切都是就平等, 亏欠, 亏欠就得平, 你有个坑就得填死, 你凸起来就得填, 挖下去, 就是这么简单嘛, 这就是理嘛, 大家当然不愿接受, 不愿接受无所谓, 规则允许大家不接受, 那么, 谁愿为大就必做用人啊, 因为你大了以后, 你别人成了你的用人啊, 那你将来肯定也想起给别人, 你现在好多人, 我来跟朋友讲, 你啊, 我现在有一万个兵, 这一万个兵全为我服务, 多好多大的荣耀呢, 回过头来这个账呢, 还要去, 这个账肯定要还, 一个一个兵去再为人家服务, 这才能平账, 所以呢, 少, 去, 不劳而获, 少去少劳多获, 老老实实的, 本本本本做个人, 少贵钱, 以后也少还, 不贵钱就不用还, 那就成圣了, 和耶稣影响成基督了, 嗯, 在这里头呢, 也是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为首, 那就叫别人给你做仆人啊, 那将来你肯定的就给别人做仆人, 才能还上了,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其实这个理人, 我反正, 我觉得不难理解, 但是我生活当中, 跟一些朋友去讲这些东西, 大家也是, 说不出来, 不服吧, 又是这么回事, 服吧, 觉得自己不行, 对自己就要特殊, 为什么还是那两个字, 自私, 就觉得自己是特殊, 自己是特权阶层, 自己犯了法, 就绝对不会受到追究, 为什么我们现在人人都想去做这种事呢, 因为我们说了一个错误的逻辑给大家, 有些人犯了法, 不为法律所追究, 就是人证明的法律不为追究, 成了一个特权, 这受到大家赞叹, 又是各种各种声音, 表示佩服, 表示荣耀, 所以大家觉得, 只要去努力自己, 也可以做到, 所以把人就搞乱了嘛, 以后跟大家也分享, 究竟现在这个社会是怎么一个情况, 那么, 为什么耶稣接着说, 因为又讲,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那么, 那是要服侍人, 这个就是跟自己人们徒讲, 你们不要以为, 就这是针对雅各和约翰讲的, 你们不要以为, 懂得了真理, 懂得了道理, 就是要大家好好, 有资格, 叫大家去服侍, 不是的, 我来, 不是要大家来服侍, 是服侍大家的, 怎么服侍大家的, 就是给大家去, 分享真理真相, 分享天国的婚姻, 分享天国的道理, 讲神的道嘛, 这就是告诉大家的, 并不是说, 我告诉你们这个道理, 你们要为我弄个什么海参鲍鱼, 弄个一碗鱼吃, 就供养供养我, 吃着喝着玩着舒服点, 你们都要臣服, 要怎么成为王, 要上马筋下马银, 要等等等等的, 不是的, 耶稣是来为大家服侍, 怎么服侍, 就给大家讲道理, 念念唠唠叨叨, 跟大家讲天国的福音, 实际上呢, 有多少人愿意, 甘愿去, 像耶稣所讲的, 爱人如己呢, 有谁愿意去, 做最小的呢, 都要做最大胆, 都要搞那个大个的, 自己才舒服, 那都是错误的, 但是耶稣能不能都是, 只是去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那么讲这个, 尽管是耶稣讲, 这是道理天国的福音, 但是呢, 还要舍命, 做众人的俗价, 做多人的俗价是什么呢, 就是讲识这个道理来, 就为大家, 实际上得利是大家的, 耶稣是明白的, 你跟他没关系, 人家明天见经, 神人合一, 天人合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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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跟自己天赋见了面了, 你就得罪有了, 复兴复活啊, 那就是, 回到自己的家, 得罪有的, 人家已经做到了, 剩下的就是说, 跟大家去分享, 分享呢, 大家还不知好点, 把他钉十字架, 还要舍命, 叫他舍出物质的命, 当然人是不死的嘛, 因为我们有一个神嘛, 人人都有个神, 神是不灭的, 那么做众人的俗价, 他这个代价是什么, 就是, 跟大家去分享的代价, 是要付代价, 就付出生命, 因为讲的鲤, 因为讲的鲤, 和大家所认为的鲤不一样啊, 那有的人就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 就会去下这种死守啊, 就去搞背地条动作, 甚至诛杀人家的物质生命, 就是昨天, 所以这暑假其实就是, 讲真理真相, 讲天国福音的代价啊, 尽管耶稣 其实在这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付出物质生命 被定十字架 能换取多人的 觉醒 明白福音 明白道理 能够做一个完全人 这个代价是值得 说啊 就是说 为你付这个代价都是值得 并且耶稣也是不求大家 有什么代价还要去回报他的 也回报不了 耶稣自己也赚到了 他明白了真理 做出来了 那他自己就成圣了 就成了基督了呀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这个信息很大 那么讲的时候呢 这里头我们不能去 落入我们一些祖宗 给我们引导的那个方向 好像是 耶稣就是神 耶稣就是 我们都不是神 就他是神 他能力大 就我们大 就好像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道理的 反正这个呢 弯儿呢 需要好长时间一转 我最近碰到不少基督徒 甚至于牧师 甚至说 啊你 怎么走了这么一条路 意思呢 你的圣经 怎么能这么去理解 神 那只有耶稣是神 我们哪能是神 我们不是神 耶稣也没告诉大家 是这样的 耶稣来告诉大家 人人都是的 都是神的 都在这些信息在哪里 就在圣经里头呀 就在祖上 留给我们这些福音书里头呀 对耶稣的这些记录啊 但是是我们自己去想买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想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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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